馮檢菲議員 是 主席 我是提出終止待續的 因為現在的形勢和上次的會議形勢不同 因為是有過上個星期五的事件 加上我們這次泛民就出了信給林鄭司長 再加上我們星期三見過村民代表見過主席你 甚至昨天也再見你第二次 你跟我們講的應該安排到 陳茂波局長和村民代表加泛民代表加在各下 就一起在下個星期開會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和之前的形勢不同 我覺得你應該給我有一個休會代續 讓這次的會議不要投票 讓大家可以冷靜一下時間 下個星期搞整個聚會 我相信對整件事件未來的發展都會有幫助 亦都可以讓其他後面的議程 有關民生、醫院的問題可以先拿上來談了 所以我希望主席能夠接受我這個 因為不同形勢情況之下 讓我們做這個休會代續 你的表達我清楚 讓我能夠買到的時間回來 讓這件事件可以處理到 第二位何俊仁 何俊仁議員 現在我先聽完所有提出的 何俊仁議員 主席 主席 我這個更加是 主席 我這個更加是 但是建議根據財務委員會程序第39段 終止了現在桌面上的項目 是鼓動筆和粉銀筆的前期工程 在5月2日的會議 已經有委員根據不同一個條例提出過 當時委員會已經決定了、否決了 根據議事規則同一個議題是不會再交付給委員會處理 立即解答了你 因為我本來逐個主理 現在我不討論這件事 已經清楚回答 在這個項目裡面 我們是不會再作一個這樣的安排的 已經清楚回答給你 好嗎 我不再作詳細解答 因為我們是不能夠進行 必須作簡短回答 主席 吳委員可以參考議事規則第32條 OK OK